大家好是阿哥 三星前一天又发布新款的折叠屏了 是福德4还有福利比4 这一天的话有好多粉丝问我们这个三星的折叠屏 究竟应该怎么去选 目前的话肉哥是比较推荐买港版的 不管是福利比3还是福德3 我都推荐买港版的 因为港版的价格比国王的一个二手价格 也就贵个几百块钱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刚拿了一个港版全新的福德上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发出去的一个快递 一共发了有七台 现在的话市场货真的是太难找了 当然预定的加起来应该有十几二十个了 很多货现在我们是拿不到没办法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重点说到这个 福德3 这个福德3的话是我一个老扣 他在前年就在我们这里开始买这个三星了 前年后后应该买了有五六台了 港版的福德3 这个是12加512 他买的是一个银色 先看发票 发票 我们看一下这个购买的一个金额是 一万一万三千多 这也是最近的一个发票 最新的一个发票 手机的话 这个将近九千块钱 我们看一下福德3 国航官网上面 现在将近一万三港版新的就直接便宜了 将近四千 不是有些兄弟问我们这个国航二手的多少 国航二手承受好了 同样的配置承受好了 大概是8500 所以国航的二手跟港版新的 差价就只有几百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直接推荐大家直接去买港版新的 金额总比二手好吧 何况这个差价只有几百 像这种情况的话 直接买港版新的就可以了 港版新的他这种就是过海关救活而已 其他的话都是 跟官都一样了 没有什么区别 也刷好了一个官的一个系统 好 再说一下这些 这些膜还有这个手机壳的话 是这个兄弟加钱买的 我买了好多 因为手机买的比较贵嘛 这个兄弟他是比较爱护的 你加了几十块钱买的一个这个壳 这个质感真的特别舒服 摸起来非常的细腻 他这个面 而且他这个韧性弹性特别好 不像普通的那种一凹就准备烂 他这个弹性好 把它搞了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吉他的 就是s20加 20加这些今天不是买拿7台来吗 今天卖完了都没后了 你拿不到货了 21U 银色256的 这两台是中午卖的 打包好 我们就不拆开了 我们配的壳 这个是一台512的 这台是256的 目前21U的512 定的人加起来应该有6个人 但是512的市场拿不到货 最近因为香港那边吧 大家知道货进不来 所以倒是现在国行买人太多了 所以没有什么货拿 这是no20U 这个是s2u 这个是绿色 现在发货了 这是二人 这个是学习的 是 在这边